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海妹 今天我是第五次要做核酸检测 上一次因为我去排队做核酸检测报道了出来 我也真的没想到大家的反应这么热烈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这是各个市民,在北京的市民 这是应该配合的事情 我也觉得没什么可特别的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 那个疫情就爆发起来了 然后有很多朋友想回家就回不了了 可能都一直在原地过年 很无赖也没办法 工作方面呢,其实影响也真挺大的 因为疫情我也推了大概有三部戏吧 剧组呢,都是聚集性的一个群体 化妆书头它可以戴口罩 可是演员是不合一的 尤其是我化好妆之后 我戴个口罩,又摘又戴补剁装 那个很不方便 我做顺意去的,大家都得小心翼翼 最重要是必须得勤洗手 注意消毒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有很多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这一点 也有一点就是,他们为了方便戴口罩 你要摘下来的时候呢,它就直接放在下巴 再带回来,跟没带没分别了 因为你摘下来,放在脖子,下巴这个位置 你就污染了 其实空气里都会可能有细菌 有病毒,然后污染了之后,那就再带回来 就等没带一样 也听到一些新闻了 就是像我之前所说的 就有一些人他不注意 还聚在一起打麻仗啊 或者打牌啊什么的 喝酒啊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我也不理解 这种心态,就觉得我身体好的了 我不怕 其实真的是不应该 过新年1月1号的时候 本来我都约了一班好朋友 想要聚餐,吃海鲜什么的 后来我都取消了 因为它疫情又起来了 在附近有一个检测站 检测核酸的 因为我做生意也方便 所以我就经常在这里排队 然后去检测了 这1个月之内就检测了4次 市民都应该积极地去配合检测 起码自己的生命很重要啊 都应该爱惜生命 爱是你自己 那你身边的人才能好 我觉得医院人员 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看到他们 其实也非常辛苦的 大家都在寒风之中 虽然是搭了个帐篷了 可是大家都是为了安全起见 都会在帐篷外面 分个椅子啊这样做的 每天排队也挺多的 知道是他们每一天做检测啊什么的 也是非常的累 感谢你们为了我们北京城 贡献了这么多的努力 希望今年牛年疫情快点完结 然后快点好起来 大家快开心心地过一个肥年 恭喜大家牛年进步 大吉大利 各样顺心 我估计 好